國民黨前立委嚴寬恆 和前台南市議員謝龍介 與國民黨智庫執行長柯志恩 三個人到彰化園林 吃礦肉飯開直播 這番過程中 嚴寬恆首度談到被起訴的心情 被檢方以貪污 竊佔和未造文書最嫌起訴 嚴寬恆捍衛自己的清白 說這一切是為起訴而起訴 控訴政治鄰家司法 因為他上個月 林表登記參選後 因殺戮的豪宅和南屯區的招待所 涉嫌未造文書竊善國土罪 住家公司被搜索 夫妻倆以一千五百萬元交保 但不到一個月 就被臺中地檢署起訴 還多樂貪污罪 檢方認為他用公費聘請助理 卻把助理的薪資 拿去付馬沙拉蒂的尾款 等雜費 一旁的謝龍介力挺嚴寬恆 替嚴寬恆發聲痛批司法 變成政治的打手 嚴寬恆被檢方起訴後 中午現身跟隨媽祖繞境 受刺開直播吐怒 被起訴新生 華愛新聞林佳穎 許玉文 帳化報導 哈囉 我是林仙怡 想要掌握最及時的新聞資訊嗎 趕快訂閱按讚開啟小鈴鐺 鎖定華視新聞YouTube頻道 也不要忘記收看華視新聞雜誌喔